会计师 最近公司准备从日本会议比款项进来 好担心被国税局克税啊 哦 那比款项来源是什么 其实本来是多年前投资一家日本子公司 期间陆续有借款给他们 现在国内有资金需求 只好请日本子公司返还借款啦 别担心 公司收回国外代放款项的本金 不是境外所得 不会被克税 借款给日本子公司取得的利息收入 才是境外所得 我懂了 那还有什么情况会产生境外所得呢 例如公司取得日本子公司分配的鼓励 在境外提供技术服务所取得的报酬 或是资本利得等 才会被认定是境外所得 哦 那公司以后真的有境外所得该怎么办 公司只要在办理盈利事业所得结算申报时 将境内及境外的所得合并申报 计算因纳税额缴税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会计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